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在星期二去世 吴宏达所创立的劳改基金会发布消息说 他是和朋友在宏多拉斯度假时辞世的 基金会并没有说明吴宏达去世的具体原因 不过世界各大媒体都已经纷纷报道了 吴宏达去世的消息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媒体观察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吴宏达的一生 特别是他在美国所度过的后半生 他的工作以及他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海涛我们知道说到吴宏达先生 相信很多人都对他非常认识 上一次他公开露面的时候 我也见到了看起来身体健康状况还挺不错 气色都还可以 都非常好 所以他的去世的消息确实非常突然 也让人很震惊 非常突然 因为你想想他可以去宏多拉斯度假 肯定是在身体不错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消息的确实很突然 是4月26号劳改基金会发布的 4月26号早上他在宏多拉斯去世 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 不过或许稍后我们或许会有得到一些更多的消息 我们也会随时报道 现在网上有不少的猜测 有一些议测但是都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继续我们就要来看看吴宏达他在美国 在中国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可以说历经了苦难 来自富裕人家的他 但是他为了中国的人权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来到美国以后也致力于要废除劳改 那么他也达到了一些成果 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努力 首先是他这个致力废除这个劳改 的确现在中共把这个劳改这个字他不提了 带字是劳教 那么从一字之差呢 就说明中共的确意识到这个方面了 而起最大作用促使中共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的确是吴宏达先生 因为他85年来到美国之后呢 他现在斯坦福的那个胡佛研究所待了一段时期 后来他就移居到维吉尼 他住到维吉尼了 然后他就致力于游说美国的国会 所以他和美国的很多这个比较有影响的参议员众议员 比方我们大家所熟知的Wolf 还有Chris Smith 这些都非常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工作 和这底下的私人的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的意义活动人士 但是在美国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只有他和维吉尼两个人 因为他们工作和地点都离国会非常近 而且两个人都对美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国会议员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是 那还有一个具体的成果 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能了解到 就是有关于劳改这个词 就像你刚刚说中国方面已经彻底废掉了这个字 改用劳教来称呼 但是劳改在英文里面 这个L-A-O-G-A-I 他劳改他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很多人也说这是因为 吴宏达他的劳改基金会 还有他多年的努力 那么有人也把劳改与这个布拉格来相提并论 所以可见他的贡献之深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虽然说吴宏达先生有许许多多的建树 有达到许许多的成果 那么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看到一些争议也围绕着他 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吴宏达先生这几年呢 他主要是在那个 施涛和王晓宁这个case上 他从雅虎那得到一笔钱 那么他把这笔钱掌管 随后引起了一些争议 这笔钱的确不少 大概据说是有1000多万美元 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case 还有一个就是他和法轮功学员 因为在马三家那个劳改 就是疗养院 就是法轮功指控中共 就是活摘人体器官 这是马三家疗养院 那么胡鸿达人没有这样的事 因为他知道中国情况 在这个事情上 他和法轮功学员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始皇宫的理念上面也发了很大 还有几个 比方说这个 就是主要就是这几个 主要是 余杰不是 就是王晓宁的case 还有就是法轮功这个 在大的方面 就主要是在这方面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 生活方面的情况 那是另外的一些方面的指控 在主要政治这方面 主要就是这两个影响 这两个case的影响 这两个case的影响 影响到很多其他方面 对吴宫达先生 在国会他推动的事业 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 那么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 相亲海涛继续跟我们谈一谈 吴宫达先生去世 当然对于所有在海外 推动民主运动的人来说 是相当大的一个损失 那么也是一个 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跟我们谈谈是 对于海外的这种 人权事业或民主运动来说 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刚才我刚才说 海外民运人士很多 但是在美国国会 在美国就是首都华盛顿 对政治圈内有影响的 现在如果是吴宫达先生不在了 那么就是魏金先生 那么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比方说杨建立先生 或者是王军刀先生 等等这些其他的人士 他们相对的来说 就对美国国会的影响力 相对的弱一点 如果说吴宫达 就是去世对中国民主事业 有最大的影响的话 恐怕就是在这个方面 在这方面 是无人能取代吴宫达先生 在抨击中国的 这个劳改和法律制度方面 没有人能够取代 吴宫达的这个作用 是的 他的一些建树 也是值得我们后人 来继续的来怀念他 那么谢谢海涛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介绍 谢谢你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媒体观察 全部文字内容 还有相关的视频 也会看在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那么针对于 吴宫达先生去世的消息 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看法 或者有些想法想要表达 我们也欢迎您 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留下您的评论与建议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中国人权活动家 吴宫达在宏都拉斯去世 那么他与其他见证者的努力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 在VOA几年前呢 我们曾经为吴宫达先生 进行专访 他当时特别谈到了 在中国劳改营 他的一些经历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 这种专访内容 1960年 突然间宣布说 我今天开会 我一进去一看 那黑板上写着 批盘有百分之 吴宫达大会 怎么今天要开我的会了 当然我已经喜欢了 已经批斗好多次了 我开我的会 结果那个总组书记就说 总组书记组织委员 比如说 吴宫达是 这个坚决地反对革命 反对共产党的一个 无产阶级的敌人 我们现在宣布开 初大学籍 这时候一宣布 旁边那个门开了 进来一个警察 警察就过来了 他说 吴宫达大人到前面来 你当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走过稀里糊涂 怎么劳动卷 但在这儿签子 一直到今天 我不知道我签了什么东西 他们还没有告诉你 从来没有 没有 那这就是把我也没戴手铐 把我送到宿舍里边 拿了东西就装车 就送 捞盖罪 原来是监狱里面的头 就审问我了 叫什么名字啊 多段年纪 最后说 有没有告诉你 你判多少年 我没有人跟我说 他怎么会跟人说 我跟你看看 就把他发生档 你是无期劳动教养 我是无期 他对 无期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在劳教营十九年 是怎么度过的 我实在不愿意谈 这十九年怎么过了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清楚 我怎么能够活过来 我记得我自杀过两次 都没有成功 每天劳动 每天劳动 到煤矿里面十二小时劳动 一天两个班 一天两个班 每天吃不饱 每天刚打一碗饭 人家来抢你的饭吃 你打 打不动 打不过 没有劣气打 抢了 没吃就没吃的 后来我也学会 抢人家东西吃 偷人家东西吃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畜生 跟畜生一样活着 乌鸿达先生呢 星期二在宏都拉斯去世 享年七十九岁 你打不动